小泥人想要打扫房间,可是越打扫越脏 最后直接罢工,破罐子破摔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奇幻短片《白色房间》 一道刺眼的白光照进房间 小泥人捂着眼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纯白色的房间 他睁开眼睛四处张望,不知道这是哪里 房子里干净的一尘不染 他低头一看,地板被自己踩脏了 他趴到地板上,想把泥土收起来 可是手上的泥土也沾到地板上 这时墙面上弹出一个小抽屉 小泥人小心翼翼的走过去一看 里面装的是一些清洁用品 他把水桶手套还有抹布拿了出来 准备开始打扫房间 他先是把地上的脚印打扫了一遍 可是无论他怎么打扫,总会留下新的脚印 打扫了很久,终于处理干净了 为了不让地面留下新的脚印 他把抹布踩在自己的脚下 这时墙上又弹出一个抽屉 他不想把地板弄脏 于是踩着抹布,小心翼翼的走过去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摔了个四角朝天 他身上的泥巴全都站在了地上 他站起来后,身上丢失的泥巴全都自动恢复了 他直接放弃了挣扎,走到抽屉面前 抽屉里面有双鞋子 他穿上鞋后,心想怎么不早点给啊 墙上的抽屉又开了 里面有一套衣服 小泥人穿好了上衣 可是穿裤子的时候 两条腿穿进了一条裤腿里 一个没站稳,又摔倒在地 这次他还把水桶打翻了 地板弄得更脏了 他感到很心痛,非常难过 于是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他脱掉衣服,放弄了从身上揪下泥巴 可是无论他怎么弄 身上的泥巴都能很快复原 他把泥巴团成一个球向墙面砸去 抢被他砸了一个大洞 他真是要崩溃了 他盯着这个洞看了好久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他朝这个洞走过去 他身头一看 发现有另一个小年人住在他隔壁 而这个小年人并没有打扫房间 反而利用自己身上的泥巴 把房间布置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听着音乐在墙上任意涂鸦 看起来非常开心 另一个房间的小年人转过身去 两个小年人在墙上的洞里 互相望着对方 看完这个短片 妙妹想说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生活也没有规则和标准可言 所以尽量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妙妹 把电影当故事讲给你听 关注妙妹说电影